每一炉面包出炉的时候 都有那种开盲盒的感觉 我们中国人过圣诞节 就是一个播出来的仪式感 圣诞快乐 我为冬奥做倒菜 早啊 哈喽喽 我们亚蜜生妮 我是珊妮 我现在还在飞鸟与鸣虫的农场 今天我的任务是 要来体验一下 他们家独一无二的 窑烤手工面包 咱们一起先去看看 他们家的那个大烤窑 走 听众 哈喽 珊妮 又见面了 好 今天我们进面包房 走吧 咱们先去看看那个大窑 好嘞 对 这就是我的面包窑 好可爱 特别像那个 就好多意大利影片里面的 就是他们烤披萨的那个炉子 对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长得像一个大象 要有一个长长鼻子的白色的大象 还真的是 这个地方是身子 这是两个腿 是的 是的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那它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建谣大师 它叫抹香精 在这边一砖一瓦建了四十多天 它对这个面包窑的外形 非常的有要求 它想把底座做得比较轻巧 然后呢 毕竟是不规则的 然后这些白色的水泥 都是我们自己用手去涂抹的 咱们这个炉子一炉能烤多少面包呢 如果是一千克的大乡村的话 大概能够烤三十几个 如果是吐司的话呢 大概是四十几个 因为它的整个炉堂是很大的 而且呢 因为它是用余温去烘烤 我们可以用到它整个的这个温度段 所以它是不断地出炉啊 入炉啊 如果我们不去干扰它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烤两天的时间 一直从 对 比较高温的这种大型的乡村 然后一直烤到这个小饼干小面包 它其实不是用明火烤的 它是用利用炉子的余温烤的 首先呢 如果第二天要想烤面包的话 要头一天把火升起来 然后要把这个炉子烧到很烫很烫 完了以后 要把火熄灭 熄灭了以后呢 草木灰就会放到这个铁盒子里面 这个铁盒子里面的草木灰 又可以返回到田地 作为一个特别好的肥料 去给它施肥 其实很多朋友来到这都会找 火呢 火在哪呢 因为看到面包不断地出炉 我却找不到这个红色的火 对 因为它是用余温烤熟的 然后它的保温层非常的厚 所以可以把这个热全部都蓄集在它的体内 然后给面包一个很香很脆的这个表皮 嗯 我觉得每一炉面包出炉的时候 都有那种开盲盒的感觉 是的 是的 唰一看 哇 这炉烤成了 等一下我们就要赶紧去见证它的出炉了 嗯 你们一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那先砍柴吧 哈哈哈哈 都要自己自足 对 要为它的收火被柴火 嗯 行 那咱们 可以吗 当然 当然 当然可以 说这个心虚 这个是个立即活 走 不怕出力气 好 走 走 走 我还这 我肯定还是没掌握核心吊绝 我要求助一下 张师傅 你来帮帮我呗 来教一下我呗 我师傅要劈两下的 你看啊 哇 还要准点 哎呀 用力 就直上直下呗 行 学会了 师傅 我来试试啊 好 你试试吧 一 二 啊 啊 啊 哎 其实这事儿吧 不赖我 我呢 动作挺标准的 就是女生嘛 劲儿太小 是吧 张师傅 我还是帮忙搬点柴火吧 还是这活儿适合我 走这儿 我匹柴失败了 啊 怎么会 动作很标准 但是劲儿不够大 这个我理解 所以接着我也不会提 那咱们就赶紧做面包吧 做面包这个我行 对对对 来来来 我们现在正在做面包啊 马上要进行一个塑形的这个环节 这个面团它是已经经过低温发酵了的 所以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 我们要把它分成五等份 为什么要分成五等份呢 因为冬奥会不是快到了 所以我们就想做一款面包 向冬奥会致敬 我为冬奥做倒菜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先把它擀成这个长条的形状 我们试着把它编一个花环 大概擀个15公分长的这种长方形就可以了 嗯 面团里你有没有加就是特别的配方 嗯 它是一款我们叫做布里欧的面团 就是鸡蛋啊 黄油啊 其实是非常适合冬天补充热量 我来给你做一个示范啊 涂一些巧克力酱 这个巧克力是之前提前融化好的 对 加了一点淡奶油做成的这个甘纳学 嗯 我们把它这样卷成一个小卷 两面封好 封好口 嗯 然后呢 把它从中间 一切为二 然后让它这个有馅的部分朝上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编它 就编两股边就可以了 嗯 然后它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其中一个花环 一个花环 然后我们再把五个花环这样套起来 嗯 好吧 没问题 来 你做面包多久了 我其实是自学面包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了 然后现在是我做乡村面包师的第三年 给大家介绍一下P城的背景 他是北大法学的硕士 对 高材生 最开始的工作是律师对吧 嗯 在大四的时候研一的时候分别做了一小段时间的律师 但是就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我 嗯 还是很喜欢跟自然啊环境啊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后来呢就到了工艺组织环保组织专门去做食品和农业 后来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农妇和面包师 加入了他们 是的 嗯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它放在这儿 等一会儿要把它编在一起 嗯 好 我都累了点露馅了 没关系 看起来一样好看 好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把这发酵 对我们要赶紧把它放到发酵箱里面 它需要再发酵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我们先发酵45分钟看一下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嗯 那发酵还需要40分钟的时间 不然我们去做个圣诞花环怎么样 嗯 走 走 像做圣诞花环这样的活动 在农场经常会有吗 对 它是我们圣诞的一个保留曲目 哎 你自己本身你会过圣诞节吗 近些年来会自己用一些蔬菜 然后做成圣诞树 我也会 我也会 是吧 沙拉什么的 西兰花什么的 插一个圣诞树 嗯 我觉得其实 我们中国人过圣诞节 就是一个多出来的仪式感 对 就大家再找个理由 聚一聚啊 对 然后聊一聊 跟家人朋友都待一会儿 像农场平时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我们其实不做所谓的农家乐的采摘 不会是直接去出售这些农产品和水果 但是小朋友们亲手参与耕种采摘 然后去做这些篱笆 喂这些小羊本身是这个农场的主产品 就是田野里的时光是它的主产品 其实不光是孩子 像大人来到这个农场也觉得特别放松 对 时间一下就慢下来了 觉得到晚上好像天黑得特别的早 对 然后整个村子特别安静 是的 突然理解了什么叫日出而作日落而熄 也理解了为什么 好像工地的人种地的人 他会起的特别早 因为确实也会睡得很早 是 很健康的生活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是的 咱们现在得赶紧去烤面包了 对 我们面包好了 你看我们什么都不耽误 走着 烤面包咯 二十四发酵以后要烤多少时间 要大概15到20分钟 还挺快的 是的 它现在温度还挺高的呢 我们的面包大餐做好了 赶紧尝尝吧 赶紧尝尝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碱水面包 对 然后它里面是紫糯米 这个糯米和碱水面包的搭配 我真没想到 我之前以为里面是蓝莓酱 是的 是吧 颜色很像 这个特别好吃 还有哪个推荐 还有这个肉松的金砖 还有这个黑豆乳酪的布里欧 我想尝尝黑豆 对 别忘了 我们在圣诞五环 还要留点胃口吃那个 对 太好吃了 我觉得这个面粉首先就特别的香 嗯 嗯 还没有入口 你就能够闻到那个面粉的香气 哎 这个是肉桂吗 肉桂卷 对 你可以掰着 肉桂是冬天的味道 哈哈 是圣诞节的味道 对 其实这个摇烤的面包 看起来并没有面包垫 这么精致 嗯 它其实就是一些基础的形状 但是我没有想到味道能有那么的惊艳 可能跟你在农场上 然后闻着这个气息 然后参与整个过程也有关系 对 自己做的亲手出品 总感觉就是幸福感会特别强 是的 咱们尝尝奥运五环面包 哎 好呀 噔噔 看我们的奥运五环面包 非常有冬运的这个感觉 都下了雪一样 是的 你刚才说你特别想去滑雪 对啊 你是很擅长滑雪吗 其实没有 就是 可能就是被奥运精神感召了吧 看看这些运动 还有周围的很多朋友 就是觉得在冬天你 尤其在乡村就挺冷的嘛 但你还是觉得你必须要动起来 然后才能保持一定的 这个生机 生命力 然后我就觉得滑雪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所以我还挺想在今年冬天 农场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然后去滑一滑雪 感受冰雪的魅力 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在圣诞和元旦 这个 这个期间在年末 你有什么愿望没有 当然还是希望农场生机勃勃 然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创造 希望我们的食物森林早日建成 然后小动物们都健健康康 就是这些愿望 很朴素 对很朴素很实在 你呢 我想对2021年的我说 山妞你辛苦了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第二句还想说身体上的辛苦都不是不算事 都不是事 我觉得这一年获得的特别多 我想对2022年的我说 就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手底下的每一件事 又看到了你妈妈的那个样子 真的 这个写在了基因密码里面 继续折腾 但是说起来都很简单 就是要对每一件事情都认认真真地做好 对 特别好 就是山妞出品 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节目 更多的好节目 带我们吃到好吃的 认识更多有意思的人和事情 谢谢 也祝你们小农场生机勃勃 然后幸福感更浓 来吧 再干一杯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 转发 留言 如果你也喜欢飞鸟与鸣虫 替成它们 一定要搜索它们的公众号 叫飞鸟与鸣虫 欢迎你们到这儿来玩 Miami Shani 我是山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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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